为了保护环境带动村民一同致富 他开辟了新的养羊模式 这个地方虽然是冬气比较寒冷 但是呢它干燥而且还通风 形成了一个养羊的专门一个小环境 为了做出最鲜美可口的羊肉 他走遍了大江南北不断的推陈出新 脆嫩脆嫩的 我只能说真的是特别好吃 不同领域的两个人 因为羊走到了一起 那么他们是如何相互配合 把羊做成当地最具特色的产业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丰宁满足自治县的小霸子乡 在历史上 丰宁曾经是风鸾叠脆草肥水美的地方 乾隆皇帝遇刺取自丰富康宁 然而就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小霸子乡由于开荒种田过度放牧 让这里一度变成了不毛之地 长期以来 由于忽视生态环境保护 过度的烂砍乱伐 超量发展序幕 无序放养 小霸子乡临场植被 遭到了严重破坏 我们所看到的这虎皮画 这个白叶就是羊道 根本没有美感 全都是伤胆 被羊皮子所怕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羊把树啃了 树叉吃了 树根草根都给拔了 今天的特别的情况就是会觉得能见度的比较 你们一起记得2002年3月 北京发生了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沙尘暴 据当地人讲 北京十丽沙风鸣占七八 沙化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河水断流 人畜饮水困难 村庄和居民亭宴被击沙覆盖 出现了猪上房 羊上树的现象 之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小霸子乡通过植树造林 限制放牧等一系列手段 让荒山野岭逐渐焕发了生机 昔日的猪上房的沙包地带 现在以绿树成荫 现在我们所来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刚才所看到的那幅 小孩在这沙包子玩的这个沙包子 只不过现在我们在这沙包子里面栽成树 这树是从01年开始栽的 经历了15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了这树已经成材了 下边我们所看到这片树林 现在都忘不出去 原来在00年之前 这一棵树都没有 从00年之后 我们陆续的然后实施的造林项目 这个树林现在呢 已经绿树成荫了 然而这种来之不易的场景 再一次面临被破坏的危机 因为小霸子乡一直以来是以放牧为主 当地村民看到环境得到了改善 他们又开始偷偷在山上放羊 以赚取收益 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让村民有钱可赚 这成为横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就在政府官员一筹莫展时 当地的一位养殖户站了出来 他到底有什么能力能够化解这场危机呢 您看啊 小霸子乡啊 现在放眼望去 可以说是满眼的绿色 曾经因为过度放牧而遭到破坏的生态 也在当地政府严令静止下呢 渐渐得到了恢复 就在这里有一个人 他另辟西境 采用了另外一种养殖模式 养了大量的羊 不仅保护了生态 还带动周边百姓赚了钱 治了富 大家都说呀 小霸子已经变成了金霸子 那么现在呢 就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致富达人毛洪格 毛老板您好 你好 大家好 毛洪格五十岁 土生土长的丰宁人 从事养殖业已有十三年 小霸子呢 我们悬场这个地儿啊 是那个山叫狼头沟 你看后边这个山 还真是有点像 这么一个小环境之下呀 四面环山 是当初就选 就要选择这样的地方吗 它是这个地方 虽然是冬季比较寒冷 但是呢 它干燥 而且还通风 形成了一个养羊的 专门一个小环境 而且有山寨的话 也算有个天然屏障 对 还有天然屏障 可以防疫 防疫啊 对 对对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羊还好养 毛洪格向我们介绍 目前养殖场 卷设二十三栋 羊的存栏量 一万两千多只 其中 飘洋过海的羊媳妇 就嫁过来上百只 国外的品种呢 它的优点呢 是出入率高 但是它又有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产高率少 就是一胎只有一个 一个小羊 繁殖率低 对一个小羊膏 繁殖率低 但是呢 咱们就是当地的品种呢 是小伟寒羊 小伟寒羊 它的优点呢 就是常言发情 但是它又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出入率太低了 所以说呢 我们引进以后呀 找中国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 我们进行了研发 把它们俩那个优点 集中在一起 改良杂交 形成了现代的种群 而且小伟寒羊 与国外引进的品种 经过杂交后 它的习性 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它只能适合圈羊 你再让它出去 就适应不了外界的环境了 所以说这种圈羊 是保护了生态 原来 毛鸿阁想到的方法 就是用圈羊羊的方式 来解决环境 和村民放牧之间的冲突 可是这种方法 遭到了那些习惯放养羊的村民的拒绝 他们认为 放养的羊 要比圈养的羊 其肉质要更好 价格也更高 既要绿水青山 老百姓也要金山银山 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 村民的反对 一度让毛鸿阁陷入了绝望 这时 小把子乡政府官员 与毛鸿阁进行了及时的沟通 经过周密细致的调研 大家一致决定 让毛鸿阁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吸引村民 以羊入股 我们现在就是走的是市场化的模式 然后股份制的养羊 就是引进了一个大的公司 通过公司的老板带动 把老百姓的羊 然后以金数入股 入到企业里面 所有的风险 由企业来承担 四年或五年以后 然后是再给它返回去 翻倍的金数的羊 你比如说很简单 就是说以一千斤入股 不以知数来入 你老百姓一千斤的小伟寒羊 入到这个企业去 这四年之间 它相当于得的是 25%的利润 这25%的利润 比你拿钱上银行去存钱 都要翻好几倍 合适得多 为了让村民了解 这种合作经营方式 毛鸿阁和当地乡领导 挨家挨户做工作讲政策 可是还是有不少村民 仍旧持怀疑的态度 我说我就是往这地方穷 就这点小家庭 你要弄没了 我这不是都没人弄 不愿意的呢 就怕咱们企业将来做不下去了 倒闭了 对咱们有这个怀疑的想法 就怕他们自己辛苦苦养的羊 这几十只上百只 最后血本无归 什么也没有 如何才能改变村民的观念 毛鸿阁久久的思量过后 他决定先从同一路隔的村民入手 只要他们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对其他村民而言 就会起到很好的说服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咱们录用了 就是咱们合作社的入股成员 录用了24名 每年的年薪呢 是三万块钱以上 这个呢 就是吃喝住 咱们公司还免费的 这样呢 大家都很高兴 既有了收入 然后还能看到他自己的羊 这么健康活泼的发展 所以说呢 这一块 真正的形成了 这么企业扶贫 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 实惠大佬 他给老百姓带来的 首先是 他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 老百姓的土地 可以用来种木草 种结果 然后呢 拿到 卖给 五分之龙头企业 做饲料 然后 老百姓还可以拿自己的羊 入股到这个 合作社来 每年呢 享受养羊养殖的分红 我们都把这个 就这个玉米结果 就这个青薯玉米 都拉着 都卖给他 卖给他到年底 再给他一付款 那地也有地方卖下来 也不用 不用成天都蹲在地里 他就这个 掰棒子了 真是我觉得 这样国家这政策真好 把羊交给毛红阁的养殖场 进行饲养 村民的收入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有了很大的提高 看到入股后的同乡 得到了如此多的实惠 许多村民 已经按捺不住了 纷纷要求 以羊入股 股份制养羊的模式 终于取得了成功 更重要的是 小巴子乡的环境保卫战 终于取得了 来之不易的胜利 从此 环保概念 深深地扎根在 毛红阁 养殖场的 每一个环节中 就是我们所有羊的饲料 都在这里 对 所有的羊饲料都在这里边 然后我给你看一看 羊都吃什么 这羊呢 因为它是反雏性动物 反雏性动物呢 以吃草为主 这里边呢 精辞料只占10% 精辞料是什么呀 就是玉米之类的 已经打碎了 已经打碎了 余下呢 必须以草为主 以草为主呢 咱们有这些 内蒙天然的有机木草 和农户种植的 有机青植玉米 这青植玉米是全株的青植 就是玉米粒都在上面呢 然后余下的呢 还有咱们一个小巴子乡呀 当地为了防风固杀 而引进的一个品种 叫宁条 这宁条的作用呢 既能防风固杀 在每年的五六月份以后呀 这个烂芽出来的时候 要进行评查收割 所以说我们经过 多方的化验呀 发现里边它有 很好的粗纤维 还有高蛋白 而且很有点这个废物利用 对 正好呢 适合我们羊的生长需求 对 摩洪阁的养殖场 做得有声有色 在别人看来 摩洪阁这次投资办养殖场 那可真是挣到钱了 可是 没人知道 他内心有说不出的委屈 当时呢 我们跟农户签了合同以后呀 然后农户把这个第一期三千只羊 给他们送到公司入股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测算 作为企业来说 是赔钱 25%的分红是很高的 企业赚不到这么多钱 这时候呢 我们就在想 怎么把这个产业链去延伸下去 虽说毛洪阁曾经开办养殖场 攒下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可是这些钱 如今几乎全部投资到了新办的养殖场上 毛洪阁算了一笔账 村民的三千只羊 每年有25%的分红 除去产生的利润外 一年一只羊 它就得赔上125元 一年总共赔40万元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缺口 为了实现收支平衡 精明的毛洪阁 在羊的排泄物中 找到了商机 毛老板 听说咱那的粪肥 一年就能给咱们养殖场 带来差不多一千多万元的收入 对对 包括咱们联合社在内呢 一年呢 有三十多万只羊 那么这一年 就羊粪这一块呢 就得有将近两三万吨 这最处理起来呢 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说呢 我们经过多方的研究啊 探讨 发现的这个羊粪呢 是一个宝贝 后来我们研究啊 这羊粪和鸡粪放在一起呢 可以种植草莓 这价值比较高的农作物 还能种植有机小米 有机蔬菜 环保和再利用 让毛洪阁得到了 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也从中得到了不小的启发 于是 接下来 他利用绿色无污染这一理念 推销自己养殖的 经过杂交改良的小伪寒羊 不出所料 改良后的小伪寒羊 一经上市 的确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到了丰宁啊 您会经常听到这么一句顺口溜 看草原 喝辣酒 唱情歌 吃烤全羊 而且当地人呢 还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到了丰宁 不吃烤全羊 那你就不算来过丰宁 我现在呀 所在的这个农家乐 毛洪阁的羊呢 一部分就输送到了这里 那么这个丰宁烤全羊 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咱们来见识它之前呢 我先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家农家乐的主人 孟庆春 孟老板 您好 你好 孟老板 大家好 孟庆春 42岁 曾在某牛奶食品行业 干过15年的高管 2014年 转行开餐馆 伴农家乐 孟总 咱刚站到这儿 我已经出一身汗了 您能告诉我这儿 大概能有多少温度吗 五六十度 五六十度呢 特别热 实话就是 我见过很多烤全羊啊 但像咱这种呢 这种方式我还第一次见 烤制上呀 咱们是烤一层 刷一层我们自己的 独家的蜜料 再吃一层 然后再烤一层 再刷一层 再吃一层 那肯定就层层入味 对对对 不然你尝一尝 那好 就这么拿下来吗 对就是揪一块 看着好烫啊 怎么样 我跟您说啊 这个烤羊肉啊 真的是特别入味 而且它这个口感呀 可能是因为是表皮的原因啊 吃起来我怎么觉得 那么像北京的烤鸭呀 脆嫩脆嫩的 我只能说真的是特别好吃 您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秦桑岛 秦桑岛会吃到这样的烤羊肉吗 没有 您觉得味道怎么样 特别好 外焦里面 而且调味也好 有没有觉得不许死心 那我确实不许死心 在其他地方吃过类似的口感呀 吃过就都没有这份 来 赵兰丽 特别脆 在焦底呢 我觉得这个 形色鲜香都有了 在农家院里 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烤全羊 还可以欣赏到 丰宁满足自制县的民族歌舞 因为丰宁的农家乐的客源 大部分是来自天津北京等各坛城市 那么我们只是想让游客到丰宁来 不仅能品尝丰宁的烤全羊等各种美食 同时呢 也能感受到丰宁浓郁的地方风情 把丰宁这个浓郁的满足文化展示 孟庆村的农家乐 给许多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似乎也没忘记 好的烤肉离不开好的食材 这一定论 纷纷打听 孟庆村的羊肉是从哪里进来的 看来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2014年的一天啊 毛洪格呢 带着几个朋友到坝上旅游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呢 无意中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啊 从事食品销售十几年 正在转行投资餐饮业 当他听说毛洪格在搞痒痒 立刻兴奋起来 觉得这是他遇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那么这位朋友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好机会呢 从事食品销售的这个人就是孟庆春 在认识毛洪格之前 他早已有了投身餐饮业的想法 我们俩认识以后一拍即合 我就想我自己这么好的羊 能不能把产业链做大 延伸下去 然后他正好想做餐饮 他当时就跟我讲 说兄弟在风景啊 在北方啊 人们对羊肉的需求消费量也大 所以说他建议我 要以羊为主题做一个农庄 毛洪格介绍自己养的羊 是本地羊和外国先进的羊品种 杂交而来的 肉质十分的鲜美 此时 一边是毛洪格 绘生绘色的描述着 农庄的美好前景 而另一边的孟庆春 内心却有着另一番想法 那么我从参与这个角度来讲呢 他说羊好 他远远不够 面对孟庆春的质疑 毛洪格不仅没有生气 还邀请了孟庆春参观了自己的养殖场 并且主动提出让人试吃 以评价羊肉的品质 所以说我们每天请五六十人 有五六桌 我们连续让我们的消费者 让客人 让我们的朋友试这个羊肉 就试了一星期左右 一共试了四五百人 结果事实表明 我毛总提供这个羊肉 确实得到了我们这些亲朋好友的认可 有了好的原料 接下来就是如何把它做得好吃 为了制作出最美味的涮羊肉 孟庆春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制作配方的征程 常常话说没有调研 不了解市场是做不成事的 所以说我带领着我们以前的做食品行业里的几位兄弟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四川 孟庆春通过当地的一位朋友 认识了一位制作火锅的高手 厨师董师傅 他有着三十年的从业经历 他说做火锅店 做餐饮食材比什么都重要 尤其做火锅肉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它的料 因为我是川厨 我四川的 来做这种羊肉的话 肯定是一种考验吧 对的川菜就是辣与麻 用四川的真正的辣椒 花椒 避开它的腥味 现在上的这道菜是 咱们爱上羊的特色菜 是农姜的羊肉 好 根据孟庆春的要求 董师傅对配方进行了调整 为的是让火锅料更加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一切准备就绪 当孟庆春的涮肉餐馆开张后 立马受到了众多食客的喜爱 开业的第一个月的营业额 就达到了四十万元 可是孟庆春并不满足于此 紧接着他开始着手创办农家乐 和毛总这个合作之后 涮肉这头得到了我们大多数消费者的认可 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再往深的做 把羊这个产业做好 把羊餐馆做好 所以说我们想起了风景流行几十年的烤全羊 一向追求独特完美饮食口味的孟庆春 对于烤全羊的制作方式自然不会马虎 我们自己的厨师团队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创造 把原来的最古老的配方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我们自己的新的想法 形成了我们现在独有的烤全羊的配方技术 如今烤全羊成了农家乐里游客必点的一道菜 为了制作最美味的羊肉菜肴 孟庆春拼尽了全力 他的功夫没有白费 农家乐的客人不再局限于当地的消费者 而是出现了许多来自外地的游客 现在每年到我们丰宁来旅游的 仅北京的人就每年就达到将近二百万人次 这个主要就是奔着生态来的 如果再加上我们有特点的烤羊 这个舍私养殖的这种体验 会越来越丰富 孟庆春的农家乐因为用料讲究制作精细 成为当地最有人气的农家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先感谢农家乐 好 谢谢 感谢 我们都是唱歌唱的 恭喜 大家 我们来草原的客气吧 谢谢 感谢大家对于爱上人的支持 给大家献一种 不会唱歌 也没有动人的歌声 也没有嗓鸣的歌声 但是 有一颗承着的心 谢谢各位 好 好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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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根在草原 献给各位 好 不过来啊 走遍了 山山 水 水 好 三顿 还是木格最动人 我是不提醒 我们这个农家乐 一年销售收入400万左右 主要是烤全羊 占一半200万左右 还有我们当地的农家菜 我们计划把我们这个 农家乐烤全羊的特色 做到我们旅游区的上下 包括霸上霸下 我想把我们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目前孟庆春的长远规划 是要将自己的农家乐做大做强 而他的合作伙伴毛红格 也将继续构建和完善 从养殖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模式 咱们这个养殖场有两种销售模式 第一种是种羊销售模式 这个种羊呢 比如说是咱们进口的这个纯帆 母羊或公羊 咱们一只羊在一万或者八千左右 二元改良 三元改良这一块呢 咱们一只公羊呢 种羊在三千块钱左右 那么余下不能作为种羊的 咱们可以销售给农庄 一只在七八百以上 甚至大一些呢到一千块钱以上 一五年呢 一五年呢 咱们全厂的销售收入在两千九百七十万元 毛红格和孟庆春通过彼此间的努力与合作 在保护好生态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基础上 将改良后的小伟寒羊 通过农家乐考全羊的销售模式 打造出一条生态养殖与销售的产业链 从股份制奢似羊羊到生态农家乐 毛红格孟庆春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之路 我曾经私下问过毛红格 为什么要给他的养殖场起名为乐拓 乐拓呢取益于乐于创新勇于开拓 自己富了呢还要带动当地百姓共同致富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 毛红格孟庆春的创业模式 能够给当地百姓带来更多的机会 并且让这片青山绿水继续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感谢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身手 开眼界 导口服 像熊掌一样吧 海岛资源多 处处有商机 旅游王级的时候一天一万多块钱 他们最多旅游王 就是丢个三十万 二三十万 天哪 这个我真第一回听说 海王九岛 惊喜不断 敬请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 MING PAO CANADA